小伙伴们吃个羊姜面的 小伙伴们吃个羊姜面的 我们现在用羊姜来整一个干干菜 不是那种泡的盘子里面有18块钱 203块钱一斤的羊姜 做出来了过后买4-23块钱一斤 也是一大三斤 我们首先是把这个羊姜 买回来的羊姜给它清洗干净 这个羊姜有点不好洗 你把老早人的牙刷那里给它刷一下 因为这个羊姜啊 这里骨骼包那里有个盐的 洗了过后再用清水给它透一下就可以了 在洗的时候有些黑一点点的那些地方 削刀了 给它削一下 羊姜经过第一边的清洗了过后 我们再用这个肉勺 再抽洗干净化 我们这个土里面生长的东西 它淋沙是特别多的 现在我们把那个洗好的羊姜给它改一下刀 把它切成厚馅就行了 不要太破 因为我们是专门挑的那种小隔的 小隔的比较嫩一些 吃起来我觉得口感要好一点 我刚刚才晓得 原来羊姜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 我以为我小隔的时候吃过的东西 大家应该都觉得得到 实际上我问了一下 我们谁也是小隔 他经常不认识这个东西 没有吃过 我都没有关系的 等它吃了过后才发现 在世上有处吃美味的东西 把这个切好的羊姜 给它刷在这个不油的那个篮子里面 把这个放在太阳下面 晒个两三天 好像没得太阳 没有关系的 应该也可以 大蒜 撇破 再准备点生姜 同样把它撇破 当人家里面的刀撇破的大蒜 可以直接来找我买 模包上面手厨子说菜都可以了 准备一件大葱 把它花一下 花破 花破到过后 把它切成一些葱花 葱末 装在一起 羊姜已经晒烟了 晒烟了过后它就已经变黑了 这是正常的 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用清水 给它清洗一点 把它洗干净 主要是这上面有一些灰尘 可能会有一些 然后再次把这个放在这上面 把水起点凉干 准备一个无油无水的盆子 把这个风干水起的羊姜倒进来 撒上姜葱蒜 来点盐 别糖一定要有 少来点胡椒面 再来点花椒面 来点干海椒面 然后给它搅入少许的高度别久 现在我们用手给它抓匀 不匀 抓个五六分钟 准备一个密封罐罐 把它打开 要求免油免水 然后现在我把我们腌制好的羊姜 给它放进去 把鸭筋 把密封起来 放在阴凉的地方 一般需要两个星期 15天左右 15天后我们看小锅